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一个轮子换一辆奥迪都不是问题 整车载重超过5万吨 拉一个航空母舰完全不在话下 平板车又长又宽 为了缩小转弯半径 每个车轴都可以360度全轮转向 这样它不仅可以原地掉头 还能横向移动 远程遥控系统 让这辆车使用变得更加方便 并且这SMPT平板车 并不是固定长度的 就像儿童积木一样 可以根据预输现场的需要随意组合 SPMT最大特点是 每组轮子都有独立的液压系统 在遇到齐居不平的路面时 也可以确保整个运输平台稳定性 控制平台还可以收集路面信息的反馈信息 以使车轮更适应地形 正因为能通过压力改变车子高低 也能随意倾斜将货物倾倒放下 光说不练假把式 这种车能干什么 它主要运输飞机 潜艇等超大型机械设备 当然它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是 2014年4月 100轴线SPMT 还成功管装上传3200吨 港庄大桥单体钢制阶段 当时1152个轮胎全部都运用上了 据悉 SMPT平板车 目前只有德国 中国能够制造 因此在很多时候 中国也仅是出租车辆 使用权 而不是直接出口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